国家卫健委宣布 由明年1月8日起 不再对入境人员 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意味着回内地 几乎没有任何检疫限制 迈向全面通关 疫情至今三年 有市民表示 通关后会立即回乡谈训 我要回去谈我妈 我妈八十几岁 是不是等了很久了 等了很久了 等了三年 应该是 我们自从封关 回到南才没回去 因为要隔离麻烦 也有在内地做生意的市民说 会部署好工作才回内地 始终现在政策都会变动 可能是我部署完 视乎的情况 回去一次处理了东西 不会像以前那样 一个星期回一两次 可能我会一个月回一次 我想视乎的情况 但现在内地疫情反复 通关之后 会不会担心疫情会更为严重呢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因为很多人感染了 有些抗体 应该都没有问题 政府发言人表示 正是全力推进香港和内地逐步 有罪全面通关 由政务司司长带领的 通关事务协调组 正是增分夺庙 商轨并行推进通关筹备工作 一方面尽快制定稳妥的通关方案 兼顾两地疫情变化和风险管理 包括国交委员委最新相关公布 发言人又说 正是与中央 广东省和深圳市相关单位保持联系 就通关方案达成共识之后 会随即提交中央审批 务求在明年一月中前予以落实 让香港和内地各类跨境往来活动 逐步有罪 重拾正常动力 凤凰卫斯记者黄浩奇报道